在2021震盪多佗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 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行情投資 大萬事務今天盤中跌了156點 我只能說跌得好 漲多的回檔很正常 其實我希望盤稍微回檔 休息一下是好事情嗎 把整個籌碼洗一下 更乾淨 接下來一個漲勢 當然準備挑戰2萬點 行情的一個脈絡相當的不錯 它能創下利益新高 有沒有 來到1萬8 你認為這行情有那麼容易結束嗎 上禮拜爾台股越過 前波高17709 我說過 這盤上檔無壓 晴空萬里 2萬點不是夢 所以適度的回檔修正跟洗盤 對新進會員來講是一件好事情 新進會員才有比較低的成本 可以進場逢低承接嘛 就如同台股的一個架構 當時候在15 159 超額利潤買點 上去之後 越過越線嘛 回檔修正 這三個位置 對 接近越線的位置 都要站在買方 還記得嗎 當時候不管是跌371點 168點 還是將近300點這三個位置 是回檔的時候 告訴你要逢低承接 所以當天台股押回修正 很好啊 股票 大盤指數 不可能每天漲啊 跌下來買什麼 買第三季 目前進入旺季的電子股啊 鋼鐵股 我們在前天已經工程升退了 所以我們現在活力 集中在電子股身上 所以這檔國劇 今天表現也還不錯啊 615了 看到6字頭了 當時候3字頭啊 現在6字頭啊 一檔股票一張200多塊錢的破斷利潤 是誰帶給你的 當時候5月13號 國劇跌到393點5啊 營收3位數成長 這不是基歐股嗎 每次你在選股你都說 你要買基歐股啊 那跌的時候你敢不敢買啊 每月一說從去年度 到現在都成長100%以上的 強勢基歐股嘛 跌的時候要買啊 超跌不是超有利潤買點嗎 買完之後來到月線 我說月線不會是壓力 就從台股嘛 當時候漲到月線嘛 我說這個224點的回馬槍真的很漂亮 回馬槍洗完之後就直接衝過月線嘛 月線怎麼會是壓力 大盤是如此的分析 個股的操作比照辦理嘛 是不是 所以月線會過當然不用急著賣嘛 漲上去真的過月線了 如果有回測月線那是送分題 你一定要敢再度跟我進場 我的預告它會下來 它有沒有回測月線 親愛的朋友 事前的預告 事後印證 印證了來了 你就要敢買敢低接吧 這是規劃行情啊 就像現在的投資朋友 很多人可能在15159那一天 股票是賣光光的 賣光光 那叫過去的錯誤的操作嘛 那未來一個盤是一個架構的掌握 你要懂得 逢低成接啊 如果這個盤還會再漲 縱使這邊賣光光 這邊沒有買 那這邊要不要買 這邊要不要買 上去之後回檔這三天要不要買 還是要進場啊 不是嗎 股票漲就是未來的漲勢嘛 如果未來確定 是會往上走高的 那有低點就要站在買方嘛 所以呢 國劇當時候跌到471.5啊 我們帶我們的尊榮會員 買國劇啊 473啊 離最低點的471.5只差一塊半啊 這就是我的一個操作啊 逢低成接啊 393.5 以及這一根黑個棒 這邊我都在買國劇啊 這邊還是可以買啊 衝上去之後回檔呢還是買啊 不是嗎 所以6月7號你沒有買的就沒有低點啊 因為隔天6月8號直接來拉到497.5 6月15號 看這種量價 就知道國劇漲到525還沒漲完啊 有沒有漲到552啊 強者很強嘛 是不是 強者很強的一個時代來臨啊 資金 不管是你 還是 所謂的一個主力 中15 他們一套資金一樣是買最強勢的機油股啊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啊 法人佈局中心 更是重視基本面的一個選股方向啊 建老師 某大券商法人部超盤市主管出身的 我太了解外資投信他們的一個選股邏輯啊 所以你來跟我合作 等於是跟法人 不能說只有同步進出 是領先法人進出 因為我買的股票 通常外資投信會跟著後面買 那外資投信跟著後面買完之後呢 報紙上常常有利多的消息 所以當國劇漲上去了 你現在所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國劇的好消息 你說是不是 當時在393.5那個波段低點 你看不到任何好消息 市場上都是很悲觀 對不對 市場上都是很悲觀啊 當時候啊 沙聲隆隆啊 本土疫情的擴散 讓短線產生一個抄疊的行情 所以呢 超額利潤買點已經浮現了 我絕對不是事後放炮啊 投票應該很清楚 幸好是一個超盤公力啊 所以整個國劇的一個架構 6月29號漲到569 7月1號漲到578 利多出境了嗎 當天國劇要合併奇力心的一個消息 出來之後 你有國劇的 你可能會想說 要不要先賣一趟嗎 需要賣嗎 國劇 併完奇力心之後 它成為一個 電容電阻電池 以及所謂的一個磁性元件的 一條龍的 上下有供應鏈的一個 新國劇啊 那這個新國劇 對於全球的市占率 當然是提高它加分的效果嘛 對不對 上下有多同胞啦 因為新國劇裡面當然 包含國劇跟奇力心嘛 國劇是全球電阻的第一名嘛 奇力心是全球電 電龍的電桿的第三名嘛 所以這個一個所謂的主龍桿池 一條龍 上下游完整呈現在新國劇的身上 對於它的一個全球競爭儀來講 絕對是一個加分的效果嘛 所以你看到外資 拼命的喊啊 當股價漲上來了 外資就開始 漫無目的的喊價 從700喊到昨天的880 這外資的看法 昨天國劇來到593啊 我說我還留著啊 最高是599嘛 昨天啊 599不僅讓會員吃到飽 還讓會員賺到飽啊 已經超過200塊錢了 我還留著啊 我還留著啊 買在低檔 那叫做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成本一拉開之後 那個大波段的目標 如果心中 士卿老師給你一個非常長遠的一個價格 你心中有那個價格 你就不會被洗出場 所以你認為要賺200塊錢的國劇 有那麼簡單嗎 你是會員應該很清楚 就是如此的一個簡單跟爽快 所以整個國劇的一個價格呢 今天來到615啊 已經超過220塊錢了啦 那國劇 前波高點是幾塊錢 是644啊 是644啊 如果這個台股的一個價格 如果未來還有2000點可以漲 漲到2萬點 644會是高點嗎 644會是高點嗎 這個答案 這理由 你繼續想 想不通的 我還以為你打電話進來問我 所以這個行情的一個脈絡 今天跌了100多點很漂亮啊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這盤從15159漲到18000 漲到將近快3000點嘛 跌個100點不算跌 跌個300點也是剛好而已啊 我是真的希望他回檔修正一下 不用急尋軍 多頭架構 急跌還漲嘛 慢慢的漲 那突然來一劑回馬槍 那都是一個漂亮洗盤的動作 那漂亮洗盤 當盤是回檔修正 多是你跟我進場 DG的時刻啊 就像這檔電動車的茂連 2月份賣在304的 賺這一大波段 是不是 那304賣掉了茂連 股價修正了將近4個月 我這邊都沒有Pow 我什麼都告訴你茂連 可以隨便逢低成績 沒有 直到6月22號 形態一突破247做買回的動作 247買的有沒有衝高 那上個禮拜五7月2號打到248 當然還是要買 這是一個簡單數學的問題嘛 你買的這個位置會衝上去嘛 那買到這個相對低檔的 幾乎差不多的位置 當然也會衝上去嘛 我當天就修出了寇訊啊 我買253了 是不是 買完之後就沒有低點了 昨天267.5 今天來到272.5 4天24塊錢 兩次的買點是信老師 公開 給予你的最好的縫低成績模式 因為當時他都還沒漲了 對不對 這位置漲了嗎 沒有漲對不對 這位置漲了嗎 還沒漲啊 買了就漲 買了就漲 今天台股盤中雖然壓回100多點了 茂蓮還能往上走高耶 是不是 所以你來跟我合作 你不覺得很幸福嗎 幸福的贏家 總是在低檔區會先買好嗎 等漲上來了 對 不管是報紙上利多 或市場上的一個熱絡的氣氛 幫你股價 幫你股票做加值 相信你看到那些利多消息 相信你看到很多人幫你股票做抬轎的作用 你會 會心的一笑 跟金老師的合作就是有這個好處 所以今天 會跟你介紹一檔 每月營收年成長三位數的基油股 跟國巨一樣 對不對 國巨表現很漂亮 對 很漂亮 從去年度到現在 營收成長100%以上 那這一檔強勢基油股 每月營收 一樣年成長三位數字 這個形態剛突破 這要強勢表態 你看一下 從去年度到現在 不是只有100% 200% 300%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比國巨 更強 國巨跟去年比較才成長一倍 100%而已 這樣股票動不動 就兩倍 200%以上 所以這種股票 要不要買 要不要進場 國巨超過200塊錢利潤 是如何貸給會員的 你給我時間 竟然是給你破斷 這是一個大行情 這不是一個小行情 任何的回檔 跟我買進 目前進入第三季 旺季的電子股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金豪科 前天我已經賣掉了 今天回檔來到161.5 差了20幾塊錢 其實我在上禮拜 我就跟你預告了 當他過前波高 175.5就要賣 禮拜過了 我當然會做執行挺利的動作 金豪科 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兩檔的操作 如何超過一倍利潤 我們來對此對價一下 5月13號 金豪科打到 季線支撐106要買 61號 上去139要賣 48% 賣完之後有沒有回檔修正 6月17號 月線支撐 低階 低階高檔有賣 股價變便宜了 業績還是成長的穩定基油股 當然要逢低成績 接完之後呢 他是往上走高 6月19號沒有賣 黑黑棒 開高走低 漲多了嘛 是不是很多人說 要不要先賣一趟 沒有 因為他還會再走高嘛 有沒有持續性的走高 來要上禮拜五 過高就要賣 禮拜一有沒有過高 過高了嘛 我賣在182嘛 這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沒有錯吧 禮拜一的一個動作 9點28分金豪科嘛 過高啊 按計畫181以上賣了 當作價格在182嘛 就賣在182 兩趟的操作 有沒有超過一倍 同一檔股票啊 該賺利潤有賺到 該避開風險有避開嗎 這金豪科全程公開 透明 告訴你 金豪科 兩檔的低點我怎麼買的 兩檔的高點我又如何出掉的 今天金豪科回檔修正了 還有觀眾打電話進來問 金豪科問我們的業務嘛 說你們金豪科真的賣了嗎 怎麼有觀眾 打電話來問我們的業務說 我金豪科到底有沒有買 可能是禮拜一啊 你沒有時間看我的節目啊 或是 你質疑清老師 這個買賣點不夠實在 如果我拿出會員的抗訊 來跟你對時對價 你都還不相信了 我不曉得你還要相信誰 那麼多的分析師 不論是 本電視台還是其他的電視台 很多每天都是在跟你數漲停的 有沒有 每天都立可貼 立可貼掀開就漲停板嘛 或是K線都不給你看 然後呢 隨便呼嚨你一下 就告訴你 這檔股票是我們家的 那種 可以說是裝神弄鬼的節目 你很著迷 是因為他們每天都告訴你有漲停板的股票嘛 你會覺得很過癮很精彩 因為每個人來到股票市場 都想賺漲停 這我可以理解 但是 真的那麼好賺嗎 真的有機會 每一檔股票 每天都有漲停板嗎 你的想法有可能 既然是帶給會員的股票 普惠特惠尊榮 原則上 那一個等級三檔股票嗎 三個等級大概九檔股票 那我也說過 行情好的話 我有時候會撐到五檔 一個等級 就四檔到五檔 是不是 那有可能 這九檔或十七檔股票 每一檔都漲停板嗎 每天又多有數不完的漲停板嗎 你覺得那是真的嗎 把漲停板的股票拿出來分析 那都是為了做生意 我們說要貪八就是這樣嘛 分析師上電視節目 有一個基本考量 要招收會員 那招收會員 要招收的有道理 不是每天呼嚨 不是每天欺騙會員欺騙觀眾 那是沒有效的 因為早晚會被看破手腳 或是你參加之後 結論呢 滿天都是漲停板的股票 在電視當中呈現 但是有哪幾檔 真的是你的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有沒有 真的有賺到 五六根 十幾根的漲停板 那為什麼不拿出會員的抗訊 來跟會員對時間對價格 你說是不是 如果真的賺那麼多根 那就大方的 秀出會員的 你給會員的買點 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價位嘛 你給會員的賣點在什麼時間 什麼價位嘛 證明你真的讓會員賺好多根漲停板嘛 但是真的有嗎 那些每天幫你數漲停板的一個分析師 真的有讓你賺那麼多根漲停板嗎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欺騙老師 測標要跟你對時對價 這是對待會員的一種基本態度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嘛 永遠不會改變 甚至有些人秀出抗訊 你有看到那個什麼時間嗎 有沒有 欺騙老師的買賣點 你自己看一下 128低階的 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價位 我們投顧分析師 發給會員的訊息 通常是透過轟天壘 那上面一定有時間 這個時間 通常就是你收到我們投顧老師的時間 通常不會超過一分鐘 有沒有9點28分 如果連這個時間都沒有秀的話 那可能就是造假 那訊息內容你要存疑啊 或是把時間呢 秀在這裡面 打在這裡面 因為這個內容是我打的嘛 那如果打在這裡面 從9點鐘到1點半都可以打 那就用手寫的嘛 那不是電腦發給你的時間嘛 所以你為什麼常看到 你們老師 秀的抗訊的內容的時間價位 常跟你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在 在那麼好賺的一個大多頭行情 你要跟著正派的分析師嘛 一起並肩作戰嘛 那金豪科 兩趟的操作就是一倍啊 這才是真的 趕快給你們看了一看 不怕你們賺啦 怕你們賺太少 怕你們怕不到路啦 對啊 人家說的嘛 疼鬼拿到招 人家你不怕 鬼肯噴噴噴 對 那麼透明的分析 金豪科我就告訴你 我182 星期一就賣了嘛 還有什麼好質疑的 對不對 金豪科特別為你的股票啊 我都講過了啊 不是嗎 全體特別為你幫我做驗證 我禮拜有沒有幫你賣在182 有還是沒有啊 如果沒有 就好是下台一直說退出頭顧借 所以整個金豪科的這個架構 今天拉回嘛 最低來到161.5嘛 這不差二十幾塊錢嗎 預計接回的位置在這裡 這就是規劃行情嘛 股票不肯定每天去嘛 漲多減碼嘛 減碼就是為了等低接嘛 多方格局下來來到支撐跟我進場 鋼鐵股的星光鋼 6月22號 我說整理過啊 我沒有去追高任何一檔鋼鐵股啊 是不是 是因為他整理過 基本面的架構跟你分析了嘛 那收斂型態剛突破 第一天起漲 買啊 買完之後當天收最高啊 有沒有 中長紅啊 28號開始亮燈 29號 30號又快要漲停 30號創新高 漲了三層 的一個星光鋼 我說可以減碼 還記得嗎 減碼是為了等低接嘛 7月1號殺下來 76.2 買啊 買啊 是不是 跌的時候告訴你買 漲停板才是真正是你的 7月2號不是亮燈嗎 那7月1號我看好還是看外 賺漲你滿要靠實力啊 賺波段 更要有實力的後盾 當 堅持嘛 當做一個加持嘛 所以禮拜一的星光鋼 漲了快五成了 漲了快五成了 追嗎 追嗎 不要等我賣掉了 你才要去追星光鋼 親愛的同學 這好像是會貸會賣股票的分析師啊 所以鋼鐵股我們已經全升而退了 工程升退了嘛 現在資金集中火力 全部的重壓電子股 因為現在第三季 電子股的旺季啊 齊鴻是不是電子股 營收新高 6月18號8天轉折買點 買在70.3 買完之後拉高 隔天打下來76再低接 當天就快10% 兩天10幾% 22號先賣一趟 賣了84.2 賣完之後呢 開始為檔修正 上禮拜五啊 站在買方 你84.2有跟我賣的 跌到76.9不敢跟我接回的動作嗎 資深性的買點已經來了 跌下來當然可以買啊 你忘記了齊鴻的基本面嗎 出貨忘 第二季營收挑戰130億 第二季那麼漂亮 那現在第三季呢 忘記會不會更好 所以跌下來怎麼不可以買 當然要買啊 76.9買完之後 今天不是大漲7%嗎 大漲壓為100點嗎 他拉出中長紅 第一趟的操作 第二趟的操作 全程的公開 在你面前啊 所以呢 邀請你 趁著回檔修正 跟金老師佈局一些 目前 進入 旺季的電子股 這檔股票 6元營收新高 年長 漲率超過5成的基油股啊 強勢表態 強勢表態 當然可以買啊 IC設計的 另外一檔IC設計股票 每月營收 年成長3位數的基油股啊 形態突破強勢表態啊 你看這檔股票的基本面 從青年度到現在 每月營收 都大度成長2倍3倍以上 比國際 一倍更強 國際浪費人 創造200多塊錢利潤 那這檔 極有股能 有沒有倍數的空間 如果你想掌握 目前 電子股絕佳買點 歡迎你現在 加入金老師的行列 從明年開始 我們可以一起來 對時對價 明天見 賺得到也賺得到